有人问我,如果空闲的时间不是很多,但是想养一只带翅膀的小宠物,那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? 首先,我不推荐的就是鸭子,因为个人觉得养鸭子要有足够的环境 而且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给它洗澡的话,它身上就会有异味,而且会钓羽毛,有鱼粉之类的 所以鸭子不适合 八哥这种鸟聪明可爱,而且能说话非常招人喜欢,但是我劝你别养 因为培养一只优秀的八哥,花费的时间太多太多了 重点是它脾气暴躁不是一般人能养得了的 而且它学会了尖锐的声音,特别吵闹,一般人受不了 对于新手来说的话,养虎皮鹰鹉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它不仅价格便宜,而且合法,还具备学习收花的能力 但是今天我想推荐的并不是虎皮鹰鹉,而是它 它就是蚊鸟,它拥有着简单却不是华丽的外观 看到它的那一瞬间,会不会让你有一种一个清新脱俗的妹子,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庄严的感觉呢 你以为它只有华丽的外表吗 当它这粉红色的小嘴巴咬在你手上的一瞬间,会让你感觉,嗯,真舒服 同时如果你一周时间不在家的话,你给它上满满一盒食物和水 我敢保证它一周之内都不会被饿死 因为它的食量真的不大 如果是人工手养的小鸟,它特别亲人,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 所以说难度系数非常的小 同时每当你一招手,它都会向你飞来的那一瞬间 有没有觉得,嗯,这个鸟真高级 但是,既然是宠物,我们就要花时间照顾它 正所谓距离产生美,所以我劝你别养 再次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